現在回答了一個問題 在分享的時候 如何能夠回儀主義,而不是高舉自己 詩西揚曾經說一句說話 因為他受了苦 當時有很多人跟耶穌,離開了他 那些門徒就問他 那些人都跟了耶穌,不跟了你 耶穌就很簡單一答 他必希望,我必須你 因為他是高舉耶穌,而不是高舉自己 這是人的本性其中一件事 是事務中其中最難的 為什麼呢? 我們人的本性 有些事情我們可以放手 就是對錢財放手 很厲害 對我們的心想做什麼放手 對名譽放手 我們對很多事情 到某個時候,或者是時間 這是一步一步,逐步逐步 有些人真的很快放手 但又發覺有些關 又發覺有些事情不能放手 最難放手的是自我 如果當我們要被人看小 拒絕,我們會比較難接受 跟從耶穌要這樣 但怎樣推動我們去願意這樣做呢 這個一會兒會回到那個 慈紅那裡 就是分享那裡 怎樣去分享的時候 但這個有關係的 我們怎樣能夠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主被欺望 我被欺望 我被欺望 就是深信 我們人裡面有很多不好的東西 就是有很多罪 有很多自我 有很多好的東西在裡面 這些不好的東西 結果是影響我們心裡 但人是很難接受的 我裡面是不好的 我要被神做主 我才會變成一個越來越好的人 人通常不會這樣 人通常只是想說 我要更厲害 就是聽耶穌的說話 高舉自己 就是自己越來越厲害 其實聽耶穌說話 不過人們就會說 那我就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提升 這樣的時候 又是會有問題的 但我們的而且追求更加有能力 但追求有能力的時候 就是神啊 我現在是讓祢做主 我自己就是越來越讓祢做主 那是不是我們沒有能力去做主呢 不是 事實上有很多事情 我們需要自己立刻決定 就是我們不能夠說 神啊 我是不是做這件事 每一件事我們都說 神啊 你給我一個聲音 我先做 有時候有些事情是不容許我們這樣做的 譬如有個人問你一些問題 那你不能夠說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我先問神 我收到神聲 我就回答你 我們的確是需要 有很多情況需要回應 但那個要點就是 當我們回應的時候 我們是讓耶穌做主 是耶穌整個生命 就是完全掌握我的生命 那我們也同時是學習 在神裡面學習 但學習得來 就在神之堅悲 一容易學習到上下 就開始嬌我 人就是很容易出這個嬌我 好了 那去回分享 在分享的時候 就能夠真是說 最重要的心裡面覺得 神啊 其實是我 我不行的 是你改變我 我祈禱的經歷都是你給我的 所以我其實沒什麼可跨 但我們就很容易比較 我祈禱長的時間過他 我祈禱投入過他 我祈禱經歷多過他 我們就會很容易 用這些量度 就覺得自己都挺好的 覺得自己挺好的 就開始建立自己的自我 但是我能夠投入到祈禱 而經常都說 是神的一念 所以我祈禱這麼多 就算我通 如果沒有神 我通什麼 通不了什麼 是神 通一些好東西來的 所以有生好東西 都將榮肉歸給神 這樣的時候 那個生命就會是 經常都是高舉著 但是人總是有這種 有種自我 在裡面 有時候是自我保護 自我高舉自己 自我擴大自己的能力 總是有這些位置 但是如果我們 越是能夠處理到的時候 就越是神起 就算人看不到 神看到的 譬如我們表面 真的很謙卑 很謙卑服侍人 但是心裡就說 今天又好過以前 事實上好過以前 但是心裡總是覺得自己 我現在進步了 進步了也是正常的 但是進步得來 就總是覺得自己 我現在厲害了 好了 那這個是 可以說是一個 處理生命 一個 是一個高度的處理 就是能夠說 神啊 不重要的 我的自我 是不重要的 就算有人 我們真的被人逼迫 以至 在監牢裡 受苦 但依然說 神啊 無所謂 總之我走你的路 就可以了 是的 完全的放下自我 就是完全的放下自我 那 講到一些實際的情況 在分享的時候 那怎樣呢 一邊想 其實我有今天祈禱會禁 其實是神做功的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也都是 我在法陽神聖誠查 經法律講到 我經常都提 神怎樣用不同的人 幫我 叫我信主 神用不同的人 幫我提升 神用不同的人 去處理我的生命 神用不停的人 不同的人 或者是不同的感動 幫助我離開罪 處理生命 那我就會想 真是神一路一路做功 雖然我 都會有抗拒他的時候 但他又會將我扭轉 又將我感動回轉 當我們越想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神你真是未事 真是未好 於是我們就能夠很 分享的時候 都很感激神的 很開心神做這些工作 就不覺得自己聰明 而在言語之間 就不會有意無意 這樣說自己 我又聰明了 這個 我真的 傳風陰幫了很多人 我現在 有時候 講這些說話 不一定錯的 但有時候 有些人是會 他很喜歡 炫耀他 我做這些 真的做得很好 我都聽過 不少人跟我這樣說話 發言 他會說到 嘩 我那時候 人們都說我厲害 帶了很多人 信耶穌 他說的時候 總是有一些 要炫耀的地方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似乎 聽起來 這個人的自信 不是會高嗎 但其實不是 如果 越是這樣的人 他的自信主 是脆弱的 他總是要人 恐懼他 才覺得 才覺得 他有安全 他總要講到自己 有些什麼地方好 的時候才有安全 而不能夠說 在一個謙卑的狀況 都 就算事情 不太順利 都能夠說 神啊 你的心已成就 我總之跟從你 就可以了 實際說的時候 一直想 多謝耶穌 你這樣做 多謝耶穌 你帶領我 多謝耶穌 你幫我祈禱 能夠和你相通 這樣的神 所以這樣 其實不是 以感恩的心 去做出發點 先 然後 去回憶 自己 上個主因之味 然後 將自己的感受 或者大家神的聖情 去做一個 目標性的 學習 就會有 這種內在的影響 是不是這樣 越看到神的恩怜 也越看到自己的軟弱 我們的軟弱 有分開的 未信耶穌的時候 的軟弱 信耶穌之後的軟弱 然後 很偉生的時候 的軟弱 很偉生的時候 一樣有 很偉生的時候 總之 內中又會和別人比較 這些人 真是 沒有用的 裡面 總是有些 一些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立刻要處理 就是說 雖然他是這樣 但是神都想 很偉生 而且自己做了很多事 又會覺得 自信心 就會變成 現在 我為人祈禱 都會經歷神 就變成了 自信心 在自己那裡 就不是說 自信心 神一定會祝福 人 總是人 是喜歡 將那些恩典 存留在我身上 就不是不斷的 知取 不斷知取 就是我 在一個電風扇 要把電風扇拼 那條電風扇拼 要拼我才可以通 如果裝了 就是說 我是有儲電器 我儲電器 我自己應該發電 我親近神 一陣子 便自己已經發電了 當然 我們基督徒 每個人都 神的恩怨都在我们身上 但我们的心都说 我需要不断倚靠神才能有这种神的光彩 如果我一时夸耀的时候 我即时所做的都是虚无的 感谢观看